香港的認識太局限於從小到大的教育 死板片面 Action 是一個叫做生夜泥棧的 project 插畫為主 神話這件事很特別 除了是一個很神奇的故事以外 其實包含了人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 如何解釋這個世界的東西 一般人對大墓山認識最高 以外就再沒有其他形式 它有一個很大的想像空間 吸引我去研究這座山 用它去做創作 很多人都不會知道大墓山以前是有種茶 香港以前有好幾個地方都有種茶 大墓山是一個很大的山體 其實它還連繫著很多山 例如它旁邊還有一個叫做四方山 四方山就現存都還可以看到少少茶田的位置 有一層層的石墊可以找出來 你如果很有心去追溯 慢慢找到一塊 曾經淡江山、鳳凰山、大墓山、青山都有出產茶葉 你很難想像在香港 一個地方能夠生產茶葉 有一個這麼好的環境的時候 你應該值得認識它 普遍對香港的認識 我們都太局限於 從小到大對我們的教育 太死板或者太片面 由一個漁村慢慢變成一個國際大都會 它是一個購物天堂 美食天堂 去求阿神話的意義就是 我想吸引人去嘗試用自己的角度去認識 我相信我做的創作 下一步就是 再深一個層次的探索 產生一些回饋 互相交流 互相再誕生一些新的東西 探索這件事的人不只是我一個